真想说不贪 为什么不贪呢 因为我哪来可以给儒生业布施基金会啊 我没有私下用掉啊 我从来不买东西的啊 除了汽车加油以外啊 我从来不买东西的 连一样东西我都没有买过 没有花钱 我不浪费 将来呢全部要布施出去 包括自己身上的东西 全部都要布施出去 那师尊是不是天下第一副好 也是啦 讲实在话啦 你开的车子呢 我这几天刚好这Rothelice坏掉 送修 或者我开的是顶级的Rothelice 还有顶级的啊 那个马斯拉底 顶级的马斯拉底 跑车 我身上挂的东西也都是顶级的啦 全部都是弟子送的 我两部名车 都是Rothelice跟马斯拉底 都是哈尼瓦斯姐送的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的啦 大家看到我的车子 不要以为说哇师尊那样子 那么奢侈 No 不是我买的 是人家送的 身上挂的 告诉你啊 这是红币戏 整串的红色的全部都是红币戏 这些红币戏加起来多少钱 一百万美金 这样一块大的红币戏 很少见的 我身上挂的是一百万美金耶 因为我讲了以后 我必须要把它收起来 免得被摸索 其他的不要讲啦 这个表啊 这是三批的表 一个是AP 一个是Pareg 伯爵 一个是Patepidi 这是三批 世界三大名表 其中的这个就是Pareg 包括我这个名人 开的好车 住的好 对不对 吃的也很好 什么都好 一切都好 不是天下富豪是什么 我今天如果是一个穷光荡 一个穷光荡的和尚在这里跟你讲 天下富豪华 你们会信吗 因为信才怪 真的是猪才怪 有一个笑话 人家讲说你是猪 才怪 他外号就变成猪才怪 有一天呢 他终于忍不住了 出来讲话 他要跟大家讲 第一句话在讲 我绝对不是猪才怪 他的声明就是 我绝对不是猪才怪 你看还是猪啊 这是一个笑话 这是一个笑话 那师尊本身 不是人间低富豪 我得的是天上的低富豪 你修圣观音法 天下第一富豪法 有两个意义 我讲过 第一个意义 你得到天上的低富豪 你成佛 成为菩萨 这是低富豪 你修这个法 你可以得到天下低富豪 在沙坡 在沙坡世界短暂的人生当中 你也是天下第一富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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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